Chii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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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間是9點5 我約了金生大約9點半左右在機場等 他8點半已經到了 不關我事 不是我遲到 是他早到 我是剛剛好的 好想和大家分享這個小插曲 我現在就出發去機場 揭開這個6日午夜的韓國之旅 我找到勤力的金生 他在上公司的堂 搭凌晨機的懷處就是 所有店舖都關掉了 有什麼感覺 去旅行嗎? 好安靜 不是我剛才覺得很智慧 原來現在不用身份證已經可以出境了 坐下鼻子就可以了 讓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去旅行的時候 韓國入境要求只需要3日前做好KETA和QCO 無論在香港出境或者去到韓國 都不需要出示任何核酸快測或者針卡證明 不過政策經常都會變 大家最好出發前再查多次 好了韓國我們來啦 到了啦 沒錯 我整天都以為仁川機場是可以有火車直接去釜山 一下機就跳上火車睡覺 但原來沒有的 是要去了首爾站轉KTX火車才去釜山 所以現在我們就出發去了市區 我們現在在排隊買釜山的火車飛 但我完全看不明白 全部都是韓文 我們這次波折重重 因為剛才買飛的時候 只剩下站位 然後我本來打算坐火車可以睡覺 都可以的 站在這裡睡 現在又要嘗試找一下月台在哪裡 是首爾的太陽 我們決定買一個飯轉等車 由首爾站出發去釜山的車程大約要兩個半小時 強烈建議大家事先在官網訂票 我看到他有很多班次打算沒有死 是會悶的 不僅是這一程 我們打算買兩天後回程的火車 都是只剩下站位 所以記住要訂票 我重新了 終於割一張紫范人 剛剛放了行李在酒店 因為還沒時間 check in 然後現在我們去吃鰻魚 沒錯 這位先生是喜歡吃鰻魚的 第一個行程就是為了他 是不是很甜蜜 沒錯 就等我帶路 你帶什麼路的地圖 我幫你找的 很失策 我忘記帶麥克風出來 剛才經過一番激情的討論 跟依依 他們的菜單全部都是韓文 我又不知道哪一隻打哪一隻 不停地Google 他用他的韓文 我用我的英文 然後我們就成功點了菜 我有用Google翻譯 但是我都不太知道 究竟他們大概有什麼分別 都是鰻魚 但是有一種應該是這個 是我挺想試的 是釜山比較出名的 叫鰻鰻 聽說樣子就是很恐怖 但是吃下去是很不同的 那就不如試一下 在韓國吃東西最開心 就是有超級無敵多的配菜 對 我蒸蛋是熱了 老公 依依說這個是moo 這個是麻麻的皮 然後呢 剛才最恐怖的位置 我就不敢拍給大家看 因為我怕大家會看到不安 雖然其貌不讓 但是很好吃 它是脆的 然後到鰻魚 它就是蘸辣醬和加一塊紫薑 它的香味是一種橙香的感覺 很香啊 現在今生在代替伊伊的位置 我不敢拍那個網給大家看 我怕你們害怕 因為他們還在動 現在不動了 不動了 有沒有信心 有 可以接著我 是有高心的 你要你嗎 高心你 不錯 加油 我們吃的時候 這間店全部都是當地人 有人問我們在哪裡來 聊聊聊聊天 就邀請我們去他們的桌子 一起喝酒 又請我們吃他們道地的菜式 雖然我們算是雞同鴨 但是只要有心 你就會發現 語言從來都不是認識朋友的阻礙 拍了門口給大家看 我不知道地址是什麼 但是如果你要名字的話 我可以打發給你們 你們DM我 很好吃 沒錯 第一餐是極有驚喜 沒錯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交友能力 對 去過紅酒挺可愛的 他們請了我們喝了 一個的 Rasperry Wine 對 韓國的Wine 然後他這樣說 Good for man 沒錯 我們沿路回到酒店 就可以check in 這個是重點 哇 這個景 它是完全落地 玻璃的 哇 哇 好美啊 這個海景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想看room tour呢 大家看看後面 我們一進去已經整亂了整間房 所以room tour 在check out那天就拍給大家 現在我們正在做什麼 研究如何把粉絲放在這部新的粉絲相機裡 再出去玩 現在我們出發去白淺灘文化村 我給了兩個文化村 金先生選的 然後他就選了這個 忘了 好像看照片 合眼圓就是選的 哈哈 哈哈 好了好了 因為他可以沿著海 看的 是啊 這個是沿海 另一個是上山的 你是不是經常怕上山 也不是 這裡就是白淺灘文化村 我猜 一直往下面走就是 我猜 你看看 漢仔 那個名畫 他這麼漂亮 哇 這裡 超漂亮啊 你看一條樓梯 超漂亮啊 我要拍照 我們一會兒就會到下面這裡 在上面看下去已經覺得很漂亮了 在白淺灘文化村 會有很多特色小店 你看會有貓店獎 還有很多很多望海的cafe 答應了大家會買postcard 有沒有去IG參加 我們意外進了一間有很多貓貓的精品店 全部都充滿著貓貓的 金先生去了找小貓 哇 我想問你這裡做什麼 先生 哇 你這麼爽脾 我找到一個比較詳細的地圖 這裡原來是超級長的 然後我們只不過走到中間這裡 終於第一次看到現在的照相館 糟了那個名字很漂亮 我忘了它叫什麼名字 就是那些拍照的地方 我們拍不拍啊 沒所謂 不如試一下吧 這裡就是有很多很多透色 可以用來拍照的了 你要不要帶章魚啊 不用了 那聖誕樹呢 都沒有到聖誕樹 差不多了 我們第一次拍的照 很可愛 都可以啊 有以前貼紙照的感覺 我覺得白淺灘文化村 無論和朋友或另一半都是很適合的 加上那天天氣很好 很舒服 沒什麼風 真的到處都是拍到很多漂亮的照片 到處都是打卡位 這裡還有一個隧道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啊 我們逛逛逛逛 已經兩個小時了 這裡真的要留時間 我們已經是沒有坐下喝杯的 如果坐下 看看海 休息一下的話 真的半天的 加上剛巧我們是日落時間來 一定不會後悔 整件事很浪漫 離開了白淺灘文化區 我們就乘巴士來到南浦洞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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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也拍著我吧 看看這位小姐 沒有啊 沒事發生了 整首都是東西 沒事發生了 都還在買東西 好啦 繼續走 晚上的釜山 然後旁邊很光的就是我們的酒店 我們現在正在走這條橋 回去 剛剛呢 它是很近的 這裡 就是 六千百貨 然後呢 這樣走這條橋 那裡都有地鐵站 然後就可以回到酒店 我覺得交通呢 都算方便的 剛才回酒店放下東西的時候 看到有很多很多 檔口開了出來的夜晚 所以我們想著晚餐呢 就試一下吧 感覺上呢好像很可愛 我以為這裏附近這麼多酒店 是一些 即是遊客那些東西 但是呢 是很多 韓國男子啊 或者是 一堆朋友啊 千古啊 這樣吃 我們看到一檔 只有韓文餐牌就坐下了 懶在地道一點 然後呢 它有些金 有香蕉 還有這個蛋餅做前菜 都挺有趣的 這個超大份 是燒魷魚啊 好像很棒啊 旁邊的金真的很耀眼 哈哈 好了 下午是鰻魚餐 現在是魷魚餐 謝謝 謝謝 哇 三隻手這麼大 差不多 好了 第一天的Vlog 就不如來到這裡 因為我們要解決整台的食物 那我們明天再見吧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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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 不… stagn… la…